第1194集 证人君子 是 我知道 我记住了 杜小婉痴痴傻傻地跟着说道 对于杜小婉的表现 顾依依非常满意 他继续退后一步 看着杜小婉 继续发号施领导 你现在听我的话 我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是 我记住了 哎 你想成为莫小瑜的情人吗 想 莫小瑜都对你做了什么呀 什么都没做 杜小婉实话实说 顾依依皱眉嘟囔的 嗯 阿哥还真成证人君子了 这不大可能吧 顾依依有点不信 但是再看杜小婉似乎不像是在说谎 很明显 她的意识都被自己控制了 不可能骗自己啊 那 把衣服脱掉 躺到床上去 杜小婉不放心地又继续命令她 如果降头油的作用没有到位 那这样的要求可能会被杜小婉拒绝或者是产生副作用 但是顾依依看到的却是杜小婉毫不犹豫地把书包摘了下来 然后开始脱校服 别说是男人 就算是顾依依自己看到杜小婉完美的身调展现在自己面前时 心里也是激动不已 好了 再把衣服穿上 等到杜小婉穿好衣服 顾依依在她耳边说道 杜小婉回来了 杜小婉的眼神明显一亮 看了一眼靠自己狠近的顾依依 笑嘻嘻地问道 哼 怎么了 我身上有味道吗 你闻什么啊 顾依依没说什么 笑笑说道 阿哥在东北遇到麻烦了 让我去帮她 哎 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一听到莫小玉有麻烦 杜小婉明显着急了很多 急问道 啊 遇到什么麻烦了 你能帮她吗 我这不是想去帮她吗 要不要带东西啊 顾依依又问道 哦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感觉到她不喜欢我 所以我也不想打扰她 只要你能去帮她 我就放心了 说到莫小鱼 一想到她对自己的态度 杜小婉的心境瞬间充满了乌云 你这个笨呢 告诉你一件事啊 阿哥 其实原来应该是我的姐夫的 我姐姐你也见过她 练舞蹈的 比我还美吧 但是我硬生生的把姐夫变成了我的男人 你说 凭什么 顾依依大言不惭的 对杜小婉灌输着自己的流氓理论 啊 凭什么 杜小婉一听这话 又被震惊了一下 顾依依的姐姐她是见过的 很漂亮的一个大姐姐 别的不说 就那两条大长腿就足以令人羡慕了 那莫小鱼居然本来是顾依依的姐夫 那她和莫小鱼之间这关系 到底是什么呀 你既然那么喜欢她 我都拦不住你 你怕什么呀 要追求自己的爱情 就不能有所顾虑 也不能怕她不接受你 再说了 我也不是打击你啊 在她的心里啊 不知道哪个女人会是她将来的老婆 也许都是 也许都不是 我只要她能喜欢我 愿意和我在一起 有情有义 这我就满足了 你也别想着能做她唯一的女人 她做不到的 顾依依开始给杜小婉灌输的这种思想 让杜小婉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了 可以说 她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麻 到处都是线头 但是到处也是疙瘩 我不知道 依依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杜小婉周眉说道 哎呀 我问你 你喜欢她吗 喜欢 那她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 傻瓜 这个事要有主动权的 这样吧 我帮你带一件东西给她 你看行吗 顾依依眼桌子一转问道 什么 杜小婉脑袋还是有点转不过来 这方面跟顾依依差距太大了 按照顾依依的吩咐 杜小婉闭上了眼睛 但是随即就感觉到了顾依依的气息 她离自己如此之近 让她不得不睁开了眼睛 但是此时 顾依依的香唇却印到了自己的嘴巴上 杜小婉兴取向很正常 所以对顾依依的吻啊 有些不适应 我呢 帮你带去一个吻 我会告诉她 这个吻是你带给她的 让她时时刻刻都记得你 顾依依终于松开了她 杜小婉松了口气 但是内心里啊 就对她还有几分感激 这个陷入到单方热恋的女孩子的智商 已经趋近于零了 再说回去 在东北 一大早 李源日又看了一眼完颜柔家 完颜柔家没有像以前那样不理她 而是想从她这儿知道更多关于墨小鱼的消息 李源日又不傻 岂会上她的当 你越是想知道 我越是不告诉你 这是一种折磨 再说池田之鹰那边 池田之鹰虽然不是中国长大的 但是他的外公却是在中国出生 在中国长大 一直到日本战败之后 才回到日本的 所以池田之鹰 无论是和人交流还是走在大街上 你绝对看不出她是一个日本人 和中国的时髦女孩差不多 她的中文都是跟她外公学的 而且呢 听起来还有点东北口音 这是酒店的布局图 她来了之后 一直都在这家酒店里住着 还没换过地方 这里的保安现在都是我的人 你放心 如果你的人想进去 很方便 李源日铺开了一幅平面地图 对池田之鹰说道 李先生 我看你急着要除掉墨小鱼 是不是她来了之后 对你和你的小情人 造成了威胁了 我们是要除掉她 但是我们是我们 你是你 这件事情要说清楚 池田之鹰说道 哎 这不都一样吗 都是要她死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李源日说道 哼 不一样吧 我们杀她 是因为她杀了山口祖的人 而你呢 是在为私情杀人 这我们可是不配合的 池田之鹰冷冷地说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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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